月云鹏作为德云社一哥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火 虽然不显山不露水 但是从一个岌岌无名的饭店服务员到人尽皆知的小月月 背后的努力和心酸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 虽然成名了进入了娱乐圈 但是月云鹏却没有沾染上娱乐圈那些不好的风气 娱乐圈的明星似乎总想把自己打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你看看他们的微博 衣食住行都非常的高大上 跟普通人的生活不沾边 可是有一个人就非常另类 他的微博非常接地气 简直跟普通老百姓没啥区别 他就是德云社的台柱子月云鹏 9月21号中秋节 月云鹏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秋佳宴 再一次让大家感受到了真实的人间烟火 在月云鹏晒出来的佳宴九宫阁里 基本上都是红烧排骨 串丸子拍黄瓜炒年糕 凉拌粉丝 凉拌豆腐皮等家常菜 跟我们普通人吃的差不多 甚至还不如一些条件好的人 唯一能算得上是高级菜的 大概也就是那一盘大闸蟹了 这是整个家宴上最贵的一道菜了 这一桌子菜太接地气了 虽然卖相不好 但是却非常的真实 月云鹏如今年收入在三千万左右 什么山珍海味都买得起 就是来一桌子澳洲龙虾 帝王蟹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他却没有铺张浪费 十几年了 吃的永远是这些家常便饭 而不像有些人天天在微博上 炫耀自己的物质生活 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 就像郭德纲老师说的那样 一个人越是缺什么 越会拼命炫耀什么 月云鹏的这一桌中秋佳宴 就像月云鹏的相声一样 没有那么多花架子 卖相可能并不好看 但是却非常好吃 非常实惠 月云鹏能从一个河南的农村打工人 变成如今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 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品质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这个人人伪装的年代 有几个人能像月云鹏这样 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呢 月云鹏的这顿中秋佳宴 没有虚头巴脑的仪式感 有的全是家庭的温馨 生活的幸福 月云鹏靠自己的真实和朴实 赢得了观众的青睐 这也告诉德云社的年轻演员 不要给自己打造虚无缥缈的人设 否则力的越高 摔得越狠 只有真诚对待观众 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观众 才能跟观众建立起信任 得到观众的认可